过去十年不少原本寄济无闻的农村 逐渐发展成为不少人慕名而来的淘宝村 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将近两个月 基本上没销量 当我们想放弃的时候 用我们的手机然后叮咚响了一下 因为叮咚亮哥付款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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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电子商务帮助农村脱离贫困 我天哪 我直播间里面的宝宝太诚实了 看一下有没有最喜欢的 部分淘宝村富起来 以前都踩着自行车嘛 现在也是咬枪换炮了 我也开大本的 我们村民的收入有原来的年收入八九千 已经达到了六万块钱 但也有些淘宝村正在萎缩 甚至可能会消失 三条村它会构改 它会拆迁 我能明白点 这个淘宝村国境连州应该都不存在的了 因为我们不会说 因为那个淘宝村已光临 也都不因为那个淘宝村已失落 近十年内地淘宝村发展非常迅速 出现四千多个 分布在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浙江省义乌和广东省广州 是淘宝村最集中的两个城市 淘宝村即是在一条村落中 经营网店的数量占当地家庭数目10%以上 而电子商务一年的交易额 达到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 2009年全国只有三个淘宝村 十年后迅速增长至四千多个 覆盖2.5亿人口 这里是广州市番禺区里人洞村 交通四通八达 加上租金较便宜 有许多人聚集在此开网店 网店大部分货源都是来自沙河服装市场 全国最大的低端女装聚集地 杨涛早在2011年就来到李仁洞村 在网络上卖男装 现在他是南村镇电商协会会长 他说许多淘宝村最热闹的时刻 要数双十一这一天 每年11月11号是电子商务大减价的日子 平台推出促销活动 商家提供折扣 消费者疯狂扫货 类似于电子商务的新年 从十二点钟到十二点半这段时间的话 就整条村怎么会应用呢 非常的 所以大家全部电子的手柜 是不停地更新不停地变化 就是十分钟破百万 2015年 李仁洞村成为全国活跃网店数量 最多的淘宝村 当时的网络的程度 已经是一年 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峰的时间点 跟服装角度来说 也是比较 所以就2015年的双十一 包括六一八 生意真的很好 当日和千万的商家都很多 中一天的声音 叮咚叮咚叮咚的声音是最中一天的 有叮咚来就客人上门 上门就有成交的可能 杨涛做服装生意 在中山有自己的制衣工厂 2011年他开了网店 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品牌 他说做自家品牌投入成本高 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大 一些商家以低价抢生意 指重量不重置 淘宝网十年前 挖取一个楼梁 也就是一个客人进去店铺 打热 假设打个比方 是需要一元 现在挖取一个楼梁 是需要五十或者一百元 当挖取成本楼梁低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做一次性的生意 因为我没有回头客 我都没有所谓 作为商家肯定谁都是出发点 肯定是为了赚钱 不可能说是做慈善活动 有些人他肯定愿意低价跑量 湖北人萧玲同样在里仁洞村 从事服装生意 他今年29岁 2018年11月跟朋友来这里创业 他租了这个100平方米的民房 一边做仓库一边做办公室 这是我仓库 我们这边每天差不多出个几千票吧 现在这个季节 我生意还是比较差的 我上半年都是五六千 甚至有一天一万票左右的 拼多多都是低价跑量的 尽可能地减少库存成本 尽量不要压着嘛 和杨涛不同 他不做品牌 在互联网上搜索衣服的图片 看中之后就把它做成热卖款 靠着低价吸引消费者大量购买 有时一个网店只做一个热卖款 就可以赚到钱 为了要压缩成本 他就在海珠区的制衣工厂 按照图片用更便宜的材料制造 也不算完全上轨道吧 我这边只适合打爆那个单款 是做多个款的话 这些位置肯定是不够的 肯定要用到那种货架 销林销售的女装 大部分低于20元人民币 比在其他平台的同款 便宜一倍以上 做了一年成交额达到 一千多万元人民币 利润有二百万左右 他卖货的电商平台 以低价为卖点 薄利多销 虽然近年常被攻击 有山寨问题 但作为商家来说 销林觉得在这个平台卖货 仍有市场 平台我觉得主要购买的 就是那种三线城市 就那比较乡下话一点的人 比较多 因为我这边 我看到订单里面 打出来的地址的话 偏多的都是三线城市这种 确实是有利可图 就会出现一窝蜂而上 你一旦做好了 很快就能跟进 就模仿 扶制 因为它的门槛非常低 所以你没品牌 没有技术含量 没有资产权 那就很难形成壁垒 面对未来 销林也考虑转型 店铺 走单纯的报款的话 以后就会跟不上节奏了 未来长远 肯定是做店铺比较好的 这个钱肯定是源源不断的 但是你做报款的话 就只赚一波快钱而已 里仁洞村因为政府规划 即将面临旧村改造 变成高级写字楼 有商家说可能离开 而这条淘宝村过几年 也都可能不存在 因为淘宝村对于我们本身 就没什么太大的楼铃 没什么太大的感情色彩在这里 因为我们不会说 因为那个淘宝村以光位 也都不会因为那个淘宝村以失落 因为我个人觉得 我不管在哪里 都一样都可以做 我有可能说不定出去 还能比这个环境还可以更好一点 要面临转型的淘宝村 还有位于白云区的大园村 这里本地人口一万左右 外来人口有十五万 之前以物流为主要的经济支柱 现在以电商和制衣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这些新建的楼里面 许多年轻人白手起家 他们有创意 能够快速抓住潮流 譬如说用直播的方法来卖货 直播间里面的宝宝 他又太诚实了 太有眼光了 看一下有没有自喜欢的 提供了很多年轻人创业的机会 也年轻人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一毕业或者从农村出来 他第一没有什么资源 第二没什么资金 做个三四年吧 从这个一个月 可能几十一百万的营业额 做到现在年销售额十几个亿 创业两三年 有可能就成为一个老板 这种机会跟案例是非常多 淘宝村所制造的货品 一直被不少人认为是低端 大圆村想向高端重视品质的方向发展 主要引入一些注重品质的商家 站着最好是这样子 就腿都往前面站 正在指导新进主播的是梁慧敏 今年21岁 他和两个姐姐共同创业卖女装 现在店铺粉丝有140多万 他以前会亲自做直播 现在主要负责衣服的设计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设计部门的一个团队 就这一时间他们都去外采集面料了 对啊 就收集了一些新元素 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设计师的话 他目前就是在量衣服的一个尺寸 然后检查衣服的一个工艺 设计师的话就是 他们的专业度会更高 买手的时尚度会更高 就是需要两者结合在一起 梁慧敏说 他们的服装平均300元人民币左右 在平台上算中等价位 而每个月的新款上百款 并不是每一款设计好的衣服 都能上价 他们就在减板进行一个熨套 有时候我们上行的客户的话 我们要结合很多因素去考虑 比如说这件衣服的一个工艺 比如说这一款的面料的话 是要定制的 那可能它的一个周期的话 是在30天 那这种款上 我们是不会上架给客户 哪怕是再漂亮 淘汰率的话 统计是10个款 会上3到4个款 三姐妹都是90后 三年前选择开网店 她们说2018年度的销售额 达到了4000多万元人民币 能有今天的成绩 都是靠打拼而来 在网络世界 自己的设计很快被别人复制 而对方还以更低的价钱出售 他们说对山寨式的货品又爱又恨 就很多人到我们的图 很多 然后也卖得挺好的 不喜欢那些人到你的版 但前期他们会帮你曝光一个曝光度 有利有弊的 因为往往有一些山寨东西 它面对的人体群来讲会更广 就更多人去看到了你这个东西 慢慢地就有一些低价的一些人流 发现了 原来款式原来是这一个品牌的 不过他发现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 令他们坚持做品牌 随着生意规模越来越大 他们搬了几个地方 最终落脚大圆村 办公跟一体 就是这种一体系的地方的话会特别难找 而且租金下来也会特别贵 差不多到20万一个月 反过来这边的话相当于就会便宜一个三分之二都有 但他们也在请人的过程中发现 现在公司的位置 对于一些核心的技术人员不太有吸引力 所以未来发展还会有一些调整 会有一些顾虑 确实是地理位置 它会限制一些人员的一些招聘 然后我是很看好这一个地方 它是后面真的是公司其他人员核心团 对吧 那外面的话 但其实基本上一些仓储啊 各方面的我们都还是会在这里 淘宝村已经出现十年 促进了农村的经济 是否有利于解决 中国一直重视的三农问题呢 未来会如何发展 下一节再看看 浙江省伊乌市的青岩流村 被称为中国网店第一村 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到访这条村 提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鼓励网络经济发展 52岁的马张良在这个村土生土长 80年代他还是一个贫困的农民 2011年开始做电子商务 是翻天覆地来 做梦也没想过在农民的时候 你一年到头就是说 顶多就几千块钱嘛 不得了了嘛 是吧 以前都踩着自行车嘛 自己送货嘛 现在也是鸟枪换炮了 我还开大本呢 青岩流村是较早出现的淘宝村 十年前就已经聚集 近千家网络商家 当年这条村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到8亿元人民币 马张良每隔几天 就会去义乌国际商贸城 他说在这里 可以买卖全球各地的货品 也可以了解世界流行趋势 他在这里有一个 260平方米的铺位 专卖陶瓷和玻璃餐具 物粮网就这个模式改变了 采购模式 经营模式 线上线下结合起来 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展厅 可能又可以体验 然后又可以在线上下单 这个商贸城的货品琳琅满目 当地人有一种说法 如果在每间铺头 停留三分钟的话 以每天八个小时计算 逛完这里七万多间商铺 都要超过一年 传统的销售模式 也离不开互联网 包括我们义乌 号称世界潮市 那么有一个全球最大的 这个线下集贸市场 那么很多 在义乌市场的经营户 他也选择了 线上线下的融合 青岩流村位于义乌市区的南部 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乡村 2005年完成旧村改造 村民也逐渐有务农 转行从事商业或服务业等等 马张良也发现网络中有商机 人家都说租站在风格烂架上 都会被吹起来 我觉得互联网里面 运藏着无线商机 来自全国各地 五四海的人到这里来创业 年轻人能做的事情 我能不能做 由于这条村毗邻小商品市场 有充足的货源 租金也较便宜 电子商务在这里萌芽 刚开始马张良 只是出租自己的房子 给其他人做电子商务生意 2011年他就建立了 自己的电子商务公司 通过自学起步 后来请了专业人才运营 公司发展迅速 一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请了30多个员工 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规模 电商做了5年的之后 我超过线下15年的一个销售 那么跟农民比的 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看到电子商务迅速发展 政府也积极推动淘宝村的建设 搭建基础设施 完善电子商务发展的产业链 村里也是成立了一个 服务电商的一个组织 跟电信运营商合作 引进官签陆户工程 这里是我们青年流的 这个创业孵化中心 可以容纳50个人 同时进场孵化 我们采用的是 幕外淘汰 定期和不定期的邀请 我们的这个创业导师 或者做的好的电商 来给他们进行这个 电商创业当中的 专业知识的一个 辅导跟培训 到现在青年流村 有4000多家网店 一年的交易额 超过60亿人民币 我们村民的收入 由原来的年收入八九千 到现在的人均年收入 已经达到了六万块钱 中央政府对于农业 农村 农民 简称三农问题非常重视 从2004年开始 连续16年 都列为中央一号文件 有专家认为 发展淘宝村 有利于将农村发展 成为城市 但不能成为 解决三农问题的 主要方向 无论是农业还是农民 它都要用农村这个平台 来发展 才存在于三农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淘宝村 它都在城乡捷货部为主 那么这些区域 它很快就会 转化为城中村 它是农村 甚至是农民 但是做的是商业 叫服务业 就第三产业了 它也是个城市问题 也是个经济问题 也是个服务业的问题 不能说把它当作一个 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方向 过去一年 全国淘宝村和淘宝镇网店 年销售额合计超过 7000亿元人民币 带动超过680万个就业机会 农业农村部2018年的数据显示 有800多个国家级贫困线 通过投入电子商务脱贫 市场规模达到800多亿人民币 有专家认为 中国政府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 当中淘宝村的影响是间接的 淘宝村的这种模式 对于脱贫有多大的用处 我是打一个问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淘宝村它一般的都在城郊 就是大城市的附近 它不会是在偏远地区 而现在剩下的一些贫困村 都在偏远地区 这些外地人当中 有没有来自贫困地区的 那么如果是他们有 那么他们发财了 也算是一种脱贫的办法 因为他们可以自己脱贫 还可以汇款回家乡 带动家乡的人脱贫 现在亲眼留村 外来人口有两万多 是本地村民的十倍 35岁的周东亮 是其中一位外来创业者 他来自河南省 2014年偶然将一款 畅销的美国玩具 放在网上卖 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在那一刻决定做线上生意 通过网络搜索得知 青岩留村是出名的淘宝村 亲自过来后 看到这里物流 房租比较便宜 就签下租约 开始做电子商务 周东亮说 创业的人想在这里开网店 现在门槛都不算太高 创业氛围算浓厚 经过几年的发展 周东亮的公司越做越大 目前已经有12间网络店铺 年销售额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 他在淘宝村发迹 不过淘宝村空间不足 影响公司进一步发展 办理青岩留就是有两种含义 一是就是你要退出这个市场 另外就是你需要更大的市场 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 更大的办公室 更大的仓储 他们需要更大的时间 2016年周东亮将仓库搬到淘宝村外的电子商务园区 而且配备先进的系统 因为它主要是以民房为主 它没有中大型仓库 我们最大的地下室 应该有300来个平方 而我们这个类别的话 可能需要2000平米以上 仓库就是我们电商的一个心脏 像发动机一样 库存很精准 我先扫一下 就是这个产品可以看一下 这个产品的话是名字信息 商品编码 减货具有多少 还有那个备货具有多少 1200再拿货架 作为创业之地 周东亮对这个他起步的淘宝村 一直有情一结 本部我们一定会保留 就像马云他们讲 湖畔花园 对吧 而这里就是我们的湖畔花园 当时最困难 然后最无助的时候 给了我们这种一个舞台 一种资源 它就是我们的梦想开始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